从铁杵魔针受启发的诗人李白 李白是圣唐诗坛的代表作家 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 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称作诗仙 唐朝大诗人李白 小的时候非常贪玩 上学时经常逃学出去玩 一天老师正在上面讲课 他趁老师不注意 偷偷从私塾里溜了出来 李白在外面闲逛着 别说有多开心了 啊 私塾里太闷了 外面的空气真新鲜 我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了 李白在外面闲逛了半天 不吃不绝中来到了一条小溪边 他顺着小溪走啊 走啊 没走多远 他看到一位老婆婆蹲在小河边 正在石头上不停地磨着一根铁棒 李白 李白觉得很奇怪 就走上前去问 老婆婆 你为什么要在石头上磨这么粗的铁棒呢 我要把这个铁棒磨成绣花针呢 铁棒磨成绣花针 这么粗的铁棒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磨成一根绣花针呢 只要功夫深 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 李白从老婆婆的话受到启发 心想 老婆婆这么大年纪了 还充满信心要把铁棒磨成绣花针 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不能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呢 李白想到这里便跑回学校 诚恳地向老师道了歉 从此以后 李白发愤读书 最终成为唐朝有名的大诗人 小朋友们 诗人李白小时候也是一个爱贪玩的小孩子 但是他从老婆婆魔储成真受到启发 从此发愤读书 你们学习时是不是也很贪玩呢 希望你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启发 不再成天迷恋玩耍 应该努力学习 为以后的成功打